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诗篇第98篇 记得当我们完成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的时候 有一位跟我在同一个小组阅读圣经的一位的会友 就发了一个信息给我 他说谢谢他牧师在过去两个月陪他们 一起读过这一卷《有血有泪》 然后有些时候读起来心情比较低沉 比较悲哀的一个的限制书 但是当我们完成耶利米哀歌 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这两卷书信 来到诗篇,特别是从第91篇一直读到现在 我们的心情好像立刻转了一个的频道 诗篇,特别是这90多篇的诗篇 我们看到都是一首接着一首的赞美诗 赞美上帝掌权 赞美上帝作王 称颂神的公义等等 我们读起来其实是很激励我们的 我们再次的把焦点 从那一些背弃上帝的子民 放回到上帝的心中 放回到上帝的本身 这一种的阅读其实很激励我们 当我们越赞美神,越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就越体会神在我们当中的奇妙 神在我们当中的带领 这首诗歌98篇也是如此 其实都很能够激励我们的 这首诗篇就是称颂他上帝的掌权 比如说在第一节就说 就呼吁上帝的子民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为什么呢? 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 他的右手和圣臂都施行救恩 上帝行奇妙的事 我们曾经说过 当圣经讲到神行奇事 行大能的事的时候 那个焦点往往就放在上帝的拯救 这篇诗篇也不例外 上帝行奇妙的事 他的右手就施行了救恩 弟兄姐妹 如果这不是奇妙的事 那什么是奇妙的事? 我们很喜欢那首诗歌 《奇异恩典》 岂不是在诉说这样的一首的恩情吗? 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 做了奇妙的作为 正如诗歌所说 过去瞎眼 现在可以看见 过去看为这一个不重要的 现在在主里面 我们看为宝贵 这岂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 一种的经历经验经历吗? 这首的诗篇也提到说 众海岛 众水 第七节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愿世界和住在期间的发生 愿大水派长 愿祝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 大自然也要称颂上帝 不单单是世人要称颂 大自然也要称颂上帝 海水 这一个的山丘 都要来赞美神 要称颂神的作为 如果我们有读过罗马书 或者我们对罗马书有印象 在第八章那边 讲到大地 要一同的哀 这一个的叹息 要等待上帝完全的救赎 然而 在这一篇的诗篇 却讲到 大地要欢呼 海水 海浪 这一个大山丘 都要因耶和华来欢呼 因为上帝 行了奇妙的作为 听众姐妹 你跟我的生命当中 有什么要数算 神的奇妙作为呢? 有什么是我们能够见证 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 我听过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在生命的破碎的边缘 蒙上帝的眷顾 上帝把他们挽回 有些弟兄姐妹 经过病痛的这一刻的折磨 在上帝面前寻求她 得到上帝自己的医治 这些都好像是有正面结果的 赞美神 好像就比较自然 我们也看过 也听过一些弟兄姐妹 长期经历病痛 但是上帝没有全然医治 但是上帝却在病痛的过程当中 让他们看见 也经历上帝的恩典 我有一位朋友 他过去这几年都在受到 癌症的折磨 有一次我在接到他电话 他告诉我说 他想你能不能够在我的安息礼拜来为我讲道 我吓了一跳 从来没有人邀请 至少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过的邀请 被邀请在那个人本身的最四礼拜讲道 那位弟兄带着信心 他并不会因为面对死亡而埋怨上帝 反而他很积极的要去做好各种的准备 那个是好几年前了 那这位弟兄现在还健在 上帝有医治他吗 师父又好像没有 他的病还在 他又常常经过许多的痛苦 施不同的药 常常会承受身体或者这个疾病所带来的疼痛 但是我们就看到 上帝好像又保全他的生命 在医生都讲 没有太多希望的时候 他又活了好几年 这一段的时间 继续的在他能力范围当中 来去侍奉神 来去见证神 弟兄姐妹 这是何等奇妙的作为 不是上帝的作为 这是什么呢 一个人能够面对苦难 能够与苦难共舞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见证 我今天刚刚从鸡蛋岛的聚会回来 今天晚上是我们欢庆 我们在当中成立不到说三周年 我的领袖告诉我 教会的领袖告诉我 说这个的庆典一波三折 因为碰到MCO 我们日期换了又换 换了又换 本来要做启用礼 但是到最后我们只做感恩纪念 谢谢廖克明代理会读 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信息 但是当我们回头看看 我们在鸡蛋岛的事工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说上帝奇妙的作为 我们其实在那里不只是三年 今天我们回溯历史 我们在那个地方超过四十年 四十多年 从做幼儿园 慢慢慢慢的在那个地方 把福音传开 看到有人信主 那个地方本来是一个福音的印度 但是当我们看到 在当教会不断的 努力的在当中耕耘的时候 上帝让我们看到 结果汁的这个喜悦 特别这几年 我们有机会带领人信主 为他们洗礼 也看到他们开始学习尾声 过去不懂得读圣经 现在学习读圣经 过去不懂得祷告 现在能够带领祷告 过去不懂得做报告 很不好意思 现在能够在台前做报告 能够做一些推动带领的工作 我们看到这是上帝 在当地非常奇妙的作为 四十多年来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救赎 上帝的大能 但愿我们也能够继续 带着信心来跟随他 在未来的日子 要继续不断的去经历 福音的大能 福音改变能的能力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带着信心 像这首诗歌一样 称颂神 也走在敬拜祂的生命当中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谢谢祢 祢是掌管宇宙的主宰 我们要颂赞祢 我们要敬拜祢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